未来首科自驾芯片 神机NX9031 愿为全域智能驾驶生的 摄像广角之光楼 全域900台高压大购 电池电池电控 BCBC等系统最高最压 升到920台 全程第一 科端实现600台码的 分子体验之力 全程第一 科端通电充电电流 高达725万 全程第一 全程第一 是全球首个集成式 液压全球团架 哈喽今天来到西安 参加蔚兰NEO DAY2023 蔚兰在外场搞了个伪乡集市 这些都是从全国各地 开车过来的车主 气氛不错哦 那就是NEO DAY有什么看呢 马上去别 万众期待的旗舰轿车ET9来了 新车定位行政旗舰轿车 尤其是车宽 感觉小一点的车位都开不了门咯 我拨售预售价你猜猜多少钱 为了保证舒适的通过性 ET9悬架行程去到了220mm 你不知道什么概念吧 卫士空悬行程才185mm 阿阳未来出了名的体贴 为了照顾腿短的老板呢 车身还能在一秒之内降低50mm 基本上就是解锁的那一瞬间啦 为什么能这么快离不开这项技术 ET9搭载了一套全新的主动悬架 这套悬架集成度很高 而且反应也快 它把简单器电区单元整合在一起 可以在一秒之内实现1000次的车身姿态调节 比传统的空气弹簧加CDC方案快了60倍 有了这套悬架 ET9在行驶过程中就可以实现像飞机一样的六轴车身调节 为了打通这套悬架的任督二脉 未来开发了一个叫平流程模式 开了之后呢 即便跑烂路也有履平地了 既然是电车 那就离不开充电和电池对吧 大家都在卷800V 未来直接干到了全域900V 充电功率支持到600千瓦 5分钟就能补人255公里 电池电池电库 DCBC等次数最高电压 升到975V 全程第一 车端实现600千瓦的升幅充电机率 全程第一 车端充电充电电流高达725V 全程第一 对应的120度盖外电池包支持5C充电 拆开电池包就是未来自研的46105大圆柱电芯 单颗电芯能量的密度去到了292瓦时每千克 还有对应的全新散热系统 ED组的支架部分同样有一对亮点 除了常规的瞭望塔试传感器之外 两侧一支板 还新增的广角激光雷达 有次加入专为田运智能驾驶设计的侧向广角激光雷达 还有4D毫米波雷达 全车一共31个感知元件 感知范围相当于60个足球场的大小 狂对料就是为了提升安全冗余 以及极端天气下的感知能力 而算力平台方面还首发了自研自能驾驶芯片 神机 NX90310 5奈米之城算你还没公布 但你评说这块新天的性能是单颗OAS的4倍 除了这些亮点之外 新车底板还真是限控转向 后轮转向 内装部分是原生的四度布局 中间是贯穿前后的超长行政桥 BT9首创的行政桥 近两个厘长的长度贯穿前后 创新的集中了20项资讯 在实现空间分岐的时期 也很自然的准备全车积客交流和控制 车机还用了全新的SKY OS操作系统 而主被动安全方面有自然投影大灯 人为行政投影斑马线路口提醒汇合车辆 全车9个汽廊 行业最长最宽的测系练 同级最大测系练 长度2.3 高度0.6 百分之百是在前后还前后的测系练 抗扭钢度达到了52600牛米每度的白车身 AB柱堆满了高强度钢材 还有驱动、自动、配电等等方面的勇于设计 基本上武装到牙齿了 最后是大家关心的预售价80万 抗扭预售价格为80万元 你没听错就是80万 新车会在2020年1月才开始交付 提前一年八月四 这比较快 好啦除了ET9还有一堆新的东西 第四代换电站带4颗OAS的芯片 整站算力达到了1016TOPS 这次全自动的换电 要是这个站有轮子 它都能自己开回家罗 和第三代相比呢 四代换电用时缩短了22% 也就是从4分钟缩短到3分半钟左右啊 计划在明年4月份部署 还有640千瓦全液冷块充装 1000伏的电压 765安的电流啊 太狠了 不过李斌自己也说 再快的超新 也快不过换电 未来950超春派换的家电体验 肯定是全球唯一 那算啰 按照计划2024年 未来会新增1000座换电站 新增2万根充电桩 这个有啥好说的呀 自己听 好啦 这是New Day 2023 就到这里 我们明年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